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互联网的角落曝光许多奇怪的视频 有些是你必须七眼目睹才能相信的事件 有些则是荒诞离奇的可不生物 记住,这个视频千万别在晚上看 第十个,阿塔卡玛 2003年10月,一个男子在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发现了这具骨架 这个6英寸的小生物,有巨大的眼窝,头部说大,牙齿坚硬 很明显,他能呼吸,进食,甚至进行新唇代谢 但奇怪的是,他比正常人却是两对肋骨 许多人猜测他的真实身份必须来自另一个星期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阿塔是一名流产的胎儿或者一只猴子 直到研究人员发现,这个6到8岁之间的小人是当地人口中的一员 具有罕见的基因突变 也就是说他得了一种以前从未记录过的侏儒症 但不妨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种疾病在当时并不罕见 也就意味着诸如矮人一族并非只存在于神话故事中 第九个,下水道惊魂 两个男人准备在夜晚探索他们城市的雨水渠 很快他们拿着探照灯爬下隧道 隧道里十分空旷和干燥 除了偶尔传来的回音和被黑暗淹没的远方外并无他物 期间他们发现了一些散落在地上的黑色颗粒状物质 老鼠的粪便意味着这种诡异的氛围下他们并不孤独 他们中的一个决定折断一些荧光棒扔进黑暗中 但就在这时 你看到了他身后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身影了吗 一张苍白的面具般的脸从那家伙的肩膀上窥视 促使两人迅速逃离 不管他是什么 在这种环境下他绝对是邪恶的 第八个,神秘访客 想象一下在你家外面的监控镜头上拍到这个 2021年8月某个午夜 镜头显示几辆汽车停在外面的邻居 怪异的部分出现在车道上的瘦长且扭曲的人形生物 生物后退又前进 行为十分诡异 拖着高高的背部 长长的四肢摆动着 然后这个受过临寻的生物将头发往后拨 走向镜头张开双臂 然后他转身抬头看向天空 目前上不清楚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也许是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特别憔悴的人类吗 别开玩笑了 他的手臂简直戏到常人无法理解 这要么是个营养不良的精神病 要么是一个正在等待母舰的家伙 第七个,死鸟之谜 2022年2月,这段可怕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在墨西哥库奥特默克时,黑鸟在飞行中被监控捕捉的 上千只鸟似乎失去了它们的生命般从天而降 重重地砸在底面上 几秒后你可以看见地上残留着一些鸟类的尸体 虽然害人听闻,但让人质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地的一位兽医推测 这群鸟要么被抄在的电线触电 要么吸入了有毒的烟雾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鸟类集体死亡的事件 专家们认为可能是磁级的变换让鸟类失去方向 但这个可能不是其中之一 第六个,树林之中午 据说神话中的生物统治着这些森林 这位摄影师抓住了其中一个 或者他差点被抓住 镜头显示摄影师树林中 穿过一些荆棘和过度生长的植物 当镜头拉到一大堆树枝的旁边时 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狗人般的脸 毛茸茸的棕色脸看起来不像人 也不像动物 他的眼睛发光 当时角落在他上面时 他不和谐地移出视线 并发出粗犷的恐吓声 你认为那是什么 一只正在觅食的野狗吗 我只知道我会远离那片森林 第五个 目的检测 特斯拉的跟踪器设计人员 似乎完成了一些跨越维度的工作 这位特斯拉车主进入了一个目的 他的车检测到附近有生命的存在 可以看到一个人物 以数字形式出现在汽车的屏幕上 清晰地位于右前方 将相机移动到指示的位置 但那里根本没有人 只有几块墓碑和一个空荡荡的墓地 一些人说汽车检测到墓碑下面埋了一个人 但为什么两座墓碑却只能检测到一个 这里是墓地 应该屏幕上显示都是人才对 或许幽灵检测是特斯拉汽车的一项附加功能 第四个 天空异想三 我不知道该视频的日期 时间或地点 我所知道的是它被上传到了暗网 原因是上传者不想被联邦政府追踪并报复 一个巨大的亮蓝色物体 悄悄地占据着公寓大楼外的夜空 过了一会儿 天空白团停在原地 开始向外扩展 我能肯定这绝对不是导弹实验的结果 因为这里是居民区 许多人纷纷拿出相机录像 不管是什么 到视频的最后 它似乎占据了近半边天 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吗 第三个 脚黑怪性 这段视频 据称是在海滩的某个地方拍摄 展示了一个未知生物被冲到了岸上 看起来 它可能属于某种灵长类类动物 但它的躯干有点太长 手臂有点太短 再加上全身肌肉发达 几乎就像它被秘密试验过一样 事实上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这种生物似乎具有猴子 熊 黑豹等生物的共同特征 视频简介称这个生物 来自一项神秘的研究机构 彼此导动物疾病中心 也许动物自己逃离了岛屿 或是工人处置不当的结果 但我认为视频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原因是摄影师拍摄的画面过于单一 第二个 叶子虫 昨天休息时 一个极其漂亮的女粉丝 给我看了一个奇怪的视频 一个男人手上拿着一只 类似叶子的生物 生物的头部闭身体后 有两个极短的棒状触角 身体则像叶子一样薄 他挥舞着四只 想要摆脱男人的控制 注意 这不是特效 这种生物绝对是活的 随后男人又拿起 他似乎在解说着什么 终于 在经过一番寻找后 我发现了 这其实一种叫做 马来西亚叶虫的生物 他们在寄住植物上保持静止 非常静止 有的甚至在身体边缘 伪造被咬过的痕迹 用以迷惑鸟和其他的捕食者 底下一个评论说 当他把视频给孩子看后 孩子哭着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爬树了 第一个 死亡直播二 视频从一个女孩 睡在一个肮脏的房间的地板上开始 在过去的13个小时里 一台摄像机一直在记录着他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 而房子的门从里面被一些重物堵上了 稍微的震动都能让女孩提醒吊胆 这可能是一起来自人性深渊的臭名昭著的红屋之一 一群心里扭曲的富豪们愿意支付大笔金钱来观看试验品被虐待的整个死亡过程 现在女孩面临的食物数量有限 他做了一个手势 说他已经用完了水 并向任何在网络上看到该视频的人寻求帮助 他哭泣的无助表情不似所为 在视频的最后 他拼命地挡住想要闯进来的东西 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红色房间 那么富豪们很快就能看到一场死亡直播 如果这个视频给你带来了刺激和好奇感 请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